法國歷史古船貝倫號在巴黎奧運的開幕倒數79天 把聖火運抵了南部的馬賽港 總統馬克宏還有奧運的組委會主席艾斯坦格 都前往現場來輕盈 貝倫號入港過程華麗壯觀 吸引了大約二十三萬人參觀 經過十二天在地中海的海上航程 將奧運聖火從希臘運抵法國的歷史古船被輪耗 在一千零二四艘船隊的迎接下 緩緩駛入馬賽港 現場隨即響起了國歌馬賽曲 釋放紅白藍三色煙火 接著法國空軍徐隆兵飛行表演隊 以空中分裂式噴出紅白藍三色彩煙 讓現場群眾看得目瞪口呆 讚嘆連連 這是法國繼一九零零年 一九二四年 百年之後第三度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 聖火由奧運金牌選手馬納杜登上甲板迎接 下船之後再交給帕奧短跑冠軍凱塔 然後火炬又傳給法國饒舌歌手Jule 並由他點燃聖火台 這是奧運聖火史上 頭一遭經由海陸的方式抵達主辦國 總統馬克宏與澳主委會主席艾斯坦格 都在現場迎接 艾斯坦格指出 之所以選擇馬賽作為聖火抵達的第一站 不光是因為這是法國最古老的城市 同時也是因為這是希臘人所建造的 聖火團隊駛入舊港的整個路線 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 馬路擠得水瀉不通 四周建築的陽臺屋頂也全都擠滿了人 我們是在8時的待會 我們是在8時的待會 她也在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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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拾了一群 所以 這場景點 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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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相信 是 這場景點 是 我只能不能在一場 晚間還有免費的音樂會 以及煙火表演 從早到晚一系列的慶祝活動 讓馬賽港化身成為大型派對現場 為了安全起見 當局出動了八千名警力維安巡邏 奧運聖火九號起 將從馬賽出發 陸續由一萬名火炬手接力 傳遞到法國各地 以及海外六個領土 最後在七月十六號抵達巴黎 參加奧運開幕式 公視新聞網問編譯